同学们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Python语言编程基础 第七阶段课程 我们回顾一下之前在第六阶段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Python中的错误以及异常处理 第七阶段的课程,我们简单的给同学们介绍一下 面向对象编程和Python中的一个特点装饰器 那么面向对象编程是一种特殊的编程的方法 有些同学可能听说这个词 但是面向对象编程其实是一块非常大的领域 那么这门课作为Python基础的一个入门课 我们无法给同学详细的介绍 面向对象编程也就是OO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的所有内容 因为这个内容本身就可以作为一门课程 所以我们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Python中一个基本的方法 如何来支持这个面向对象编程 第二部分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装饰器 也叫Decorator 好,首先谈一下面向对象编程 面向对象编程呢 牵扯到一些基本的概念 首先我们明确的是 Python语言本身是完全支持面向对象编程的 我们先熟悉几个概念 面向对象编程呢 有一个基本概念叫做类 也就是Class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抽象来讲的话 就是它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些事物的封装 比如说我说可以说学生是一类 是一个类 我也可以说老师是一个类 可以说计算机是一个类 等等 那么这个类呢 本身呢 就有一定的属性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说学生 那每一个学生就有一个他的名字 还有比如说他的成绩 等等 所以在类之下呢 我们可以定义不同的属性 以及方法 方法也就是对属性进行的操作 下面还有两个概念 一个叫类对象 一个叫实力对象 什么意思呢 类对象就指的是 我们对泛指的类本身 进行的一些操作 那么实力对象呢 指的是我们把类中的一个具体的实力 拿出来作为对象 好 这说理可能比较抽象 我们下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引用 是通过对类的属性和方法进行操作 实力化呢 是创建一个类的具体实力对象 比如说我们已经定义一个类 名字 这个类是学生 那么这里面可能包含了张三 李四 王马子 很多很多学生 那这是我们创建一个特定的 对象 从这个类里面 比如说叫张三 那么这个过程呢 就叫实力化的一个过程 好 我们还是具体看一下代码 来理解一下这个 Python如何支持面向对象的编程 好 就我们刚才定义的这个学生类吧 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Python里面 要创建一个类 那么关键词是class 空格之后是这个类的名字 假设我们现在要创建一个学生的类 叫student 根据习惯呢 往往创建类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字母是大写 好 这时候呢 这个学生 它有不同的属性 比如说我们基本上 先定义两个属性 一个是它的名字 一个是它的成绩 那就是name和grade 首先 这个init 是Python中的一个特殊方法 也就是说 当我们具体 实力化一个类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 调用这个函数 也就是说 当我们创建一个新的学生 在这个类里面 也就是实力化的过程中呢 我们要给这个学生设立一些默认的属性 相当于一个构造函数 也就是说 我们后来会介绍我们如何创建这个 但是大家意思是 比如说self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过程字在Python里面讲的是 对于这个类本身的一个表示 也就是说self在这里 它是做一个像java里面的this 也就是说 对这个类 当前这个类 做一个表示 所以当我们创建一个具体学生对象的时候 那我们会传入他的名字和成绩 所以我们就让这个学生本身 他的名字和成绩 等于我们传进来的两个参数 名字和成绩 所以这就是一个init的过程 然后我们可以定义不同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方法 在类里面说 这个学生可以介绍他自己 比如说introduce 那么这个参数还是这个一个当前类 也就是student本身的一个指代 用关键词self 这个方法呢 里面我们做两件事情 第一 这个学生说自己的名字 也就是hi i am 大家看到 这里面他介绍说自己的名字 因为这个名字是他本身的一个属性 所以我们用这个类点它的属性来表示 它的名字作为一个字符串 第二呢 这个学生告诉他的成绩是多少 比如说mygridis底下呢 我们还是同样类似的方法 但是因为这个成绩 我们是用一个数字型的 比如说int来表示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转化为stream来打印出来 假设我们再定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改变这个学生的成绩 然后至于改变多少呢 就是说增进多少分呢 那我们做一个参数 amount传进来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说把它的成绩 学生的self 是目前student的这个类 它的成绩 给它增加 我们传进去这个参数这么多 amount这么多 并且 把它增加这么多 赋予它本身的值 也就是它的成绩 一共增加了这个amount这么多 好 那我们这就是完成了一个类的定义 一个基本 那我们如何来使用呢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可以实力化 也就是说 当我们定义一个学生student这个类之后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具体 这个学生的对象 也就是一个具体的人 比如说我们有个学生叫Jim 那么我们 这个名字叫Jim 这时候呢 我们引用这个类的名 也就是之前听的student 在括号里面呢 我们传入 它的两个参数 也就是说对用的这个inmate 首先我们传入 我们想创建的一个学生 它叫什么名字 那它叫Jim 好 我们传入一个字符串 接下来的第二个参数 也就是传入它的成绩 比如说 它得了86分在考试中 那我们传入86 这样呢 在系统中就会创建一个对象 也就是一个object 根据学生这个类 并且调用 这个默认的函数 在创建之后呢 我们就有了这么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 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各种操作 通过来调用它的方法 比如说在创建之后 我们调用这个introduce 通过点 introduce 就可以 调用这个我们之前定义好的方法 来介绍它自己和它的分数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改变这个对象本身的属性 比如说我们可以调用improve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把Jim这个学生的成绩提高10分 我们传进去一个10 然后我们可以再次让他介绍自己 看到他成绩没有变化 好 我们现在 运行一下这个代码 看一下结果 好 大家看到 第一次我们调用的时候 Hi I'm Jim My grid is 86分 在这里我们因为 调用了一个方法 也就是improve 把它成绩提高了10分 这时候 它的属性这个grid 就从86变成96 所以当我们再次 让Jim introduce他自己 也就是调用introduce这个方法的时候呢 这个成绩就变成了96分 好 这里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Python怎么支持面向对象的编程 好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 另外一个叫decorator 装饰器的 这是Python语言的一个特别的特性 所以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用法 装饰器呢 是Python中非常特别的一个用法 我们先看一个例子 好 首先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作为一个前提 也就是说 Python这种语言结构 它本身在一个函数 定义的内部 可以来调用另外一个函数 也就是可以做成一个 nested loop 就是一个嵌套的结构 什么意思呢 这个code可能 看起来有点复杂 但是我们一点点理解 首先我们看一下 中间我们先定义的这个简单的function 这个函数 非常简单 就是说我们定义一个函数 它的名字叫make cake 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来做一个蛋糕 它要制装的东西呢 就简单就是说 return一个stream 一个字符串 是cake 好 现在在定义这个函数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上面这个函数 有一点意思 好 首先我们想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 大家可以理解为 我们做一个蛋糕 这个蛋糕做一个函数的 本身的一个主体 那么现在呢 我们想加一点 比如蛋糕上面加一点装饰品 比如说插进蜡烛 那这时候我定义另外一个函数 假如叫add candles 也就是说 加蜡烛 但是大家看 在这个函数中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我传入的 本身传入的这个参数 它可以是一个function 它可以是个函数 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值 这是python中的一个特点 那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假设可以传入一个函数 那我们里面做什么呢 好 我们在这个定义这个函数的内部 我们重新定义另外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它的功效就是说 我们需要查诞个 查这个蜡烛 所以我们名字叫insert candles 然后我们再看里面这个函数 它做的什么事情 它就是说 不管你开始传进来什么样一个函数 它的返回值 我们再加上一个蜡烛 对吧 就是说我加了一点蜡烛 不管你之前传进来这个函数 返回什么东西 但是我给它上面再联合 加一个蜡烛 也就是把stream联合起来 好 在这时候 就主体函数本身 就是外部的这个 add candles这个函数 我们有一个返回值 但是这里大家看到 我们返回的其实是我们刚才在内部调用的这个函数 听起来有点复杂 但是可以理解为 我们在一个大的函数内定义一个小的函数 然后我们返回这个在内部定义的小函数 因为函数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对象 你可以考虑成一个对象 我们传进来一个对象 然后里面呢 做了一些新的函数定义 并且把这个新的函数来返回 好 那么下面怎么来用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 假如说创建一个第三个函数 叫gift function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现在要送一个礼物 假如说 这个函数 那么它等于什么呢 就是说等于我们之前定义的这个函数 add candles 然后我传入我之前定义好的做蛋糕的函数 也就是说做蛋糕本身 你可以当作一个对象 它是我们定义好的一个函数 返回蛋糕 然后我现在把它作为参数 传到我们家蜡烛的函数里面 所以我们直接把这个函数 新定义的函数叫做gift function 因为我们既做了蛋糕作为参数 而且也插了蜡烛 好 我们现在就可以打印出来 这个本身原始的做蛋糕这个函数 的值也可以打印出来 我们后来定义的这个gift function 礼物函数的值 我们看一下结果 好 我们看到原始的做蛋糕的值 非常直接 就是我们直接返回 打出了蛋糕cake 然后呢 作为这个礼物的值 我们因为在内部给它加了一个功能功效 也就是插了蜡烛 所以我们反过来是cake candles 就是蛋糕和蜡烛 好 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替换 假设我现在把这个做蛋糕这个过程 就考虑成它本身就要加蜡烛 那么我可以把这个gift function 也用做蛋糕本身来代替 等于说我把这个函数的意义更新了一下 那么我现在为了这个代码比较清晰 我把原代码先暂时注视掉 我在下面完全copy了一份一模一样的代码 但是只做了一个改变 就是用这个make cake 也代谢了我新定义的这个函数 这个gift function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段代码 这段代码和我们刚才看的第一代代码完全一样 只有一个地方区别 就是说我们之前把这个新定义的函数叫做gift cake 礼物函数 但现在我想让做蛋糕这个函数本身的意义 就变就包括了茶蜡烛本身 所以呢我把新定义的函数还叫make cake 好我们看一下程序能不能正常运行 所以呢我后来就打印出来这个make cake 调用这个函数的结果 大家看到cake candles 我们达到了我们想要的功效 好作为这个理解 decorator就是装饰器的最后一步 我们再做一个小的改变 就是python呢在语法上有一个简洁 因为这样定义的话看起来还是有点奇怪 意义有点容易产生混淆 所以呢我们直接python支持在本身我们定义的这个function上面 通过一个小的注释一个at的符号来直接实现下面这个功能 好清晰我们把现在的code再注释掉 看一下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小改变 我们先复制一份code 好大家看到唯一的改变就是说我刚才替换这一行代码 而把我定义之前做蛋糕的这个函数上面加了一个小的相当于有点像注释的东西 通过这个特殊的符号at 后面加了一个我要装饰的函数名 也就是add candles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个make cake做蛋糕这个函数本身的意义就变了 就变成了我们后来附加了装饰品的这个函数 所以这个为什么叫装饰器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果 cake and candles 所以大家看到这就是Python灵活的一点 我们通过一定的函数作为参数传到一个新函数里面 然后我们把本身一个函数的意义改变了 让它在一个主体上加一些小的装饰 所以我们就实现了更丰富的内容 那么我们可以试验一下 如果我们把这一行 我们刚才加的这一行 decorator 就是注释装饰器 假如说注释掉 那我们答应出来是什么呢 那当然就是原始的意义 就是只是做了一个蛋糕 但是我们如果现在加上这个装饰器呢 它就做了蛋糕 而且还插上了蜡烛 好 希望通过这节课 同学们对装饰器和面向对象变成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感谢